好民眾黨下午是召集了除了立委黃珊珊林國城之外 也召集了台北市的市議員要來解釋金華城容積率的爭議 包含是說先強調了關於說整個金華城容積率 這個容獎20%是有釋法性的是合乎法規 並且說金華城容積率案並不是個案反而是通案 一起來聽黃珊珊的最新說明 金華城案子不是唯一也不會是未來的唯一 它就是一個台北市目前為止現在所做的所有的相關西部計畫 都是用同樣的標準 所以這些委員們跟台北市的公務員 他們都是依法行政 沒有人可能明知違法而故意做一些違法的事情 台北市議員已經成為國土署的上級機關 國土署署長講得非常的清楚 內政部定調容積率是由地方政府的西部計畫定定 第二個一般性容積獎勵上限不可 跑過20%這是全國一致的規定 是全國都委會的共同共識 好 可以看到黃珊珊今天態度也是非常強硬 尤其是面對藍綠議員們的質疑 因為先前黃珊珊在臉書透露說 其實按照國土署的規定 全國都統一標準 那麼金華城案也是沒有問題 包含是說台北市的一些條例 都是符合這樣的標準 不過議員就質疑說 黃珊珊鋪式了台北市自治條例的相關規範 那麼今天黃珊珊是回嗆是說議員們 難道是國土署的上級疾管嗎